伊斯兰教年度盛世麦加朝拜在极端高温下举行 根据法新社统计资料 朝圣者死亡人数今天累计超过1000人 其中约半数未向沙鲁地阿拉伯官方登记朝拜 今天通报的新死亡案例包括58名埃及朝圣者 根据沙鲁地阿拉伯外交人员埃及累计有658人死亡 其中630人未向沙国政府登记朝拜 总共约有10个国家通报本国人在今年麦加朝拜中死亡 死亡人数累计至1081人 统计资料来自这些国家的官方声明 或该国负责回应相关事务的外交人员 来自世界各地大约180万人参加为期数天 以户外为主的朝圣活动 许多人年迈体弱沙鲁地阿拉伯今年夏季炎热 当地伊斯兰教圣家麦加 本月17日气温标志摄氏51.8度